谢谢大家,大家听了刚才台上一些朋友发展生意的故事,想必是获益良多,他们说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,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,这句话确实是真心话,我很喜欢讲话,但是我从来不说言不由衷的话。 今天,我不会讲新东西,我也不知道什么新东西,当我讲个人成长这个话题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新东西要说,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会通过不同的角度,用不同的例子,讲不同的故事,但是原理是始终如一的,从来没有改变。 所以,今天我想和你们一起投资一些时间,讲一讲领导力与个人成长,我知道在座很多朋友还没有把自己当做领导人。 很多年前,约翰·麦克斯威尔跟我分享了一句话,领导力就是影响力,不多也不少,在这句话的基础上,在座每一位都是领导人,因为你们都在影响他人。 你们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大群体,可能是一个小群体,可能是你的几个家庭成员,可能是你的几个同事,可能是你所在社会团体的几个成员,也可能是你生意里的几个组员,但你确实在影响他人。 而且,无论你是否理解,你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他人。 所以说,既然我们都是领导人,我们确实是,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,我想做一个高校领导人,还是一个低校领导人。 关于你的领导力,这是你需要做出的唯一决定,因为你是领导人,因此你将一次又一次的面临这样的决定和选择。 今天早上,我们要探讨的重点是个人成长,我们将在生命的所有方面继续成长。 个人成长对于领导力非常重要,如果你停止成长,你就不再是一个健康的领导人。 今天你停止学习,明天你就停止带领,今天你停止成长,明天你就不能高效地带领他人。 个人的成长需要你抓住每天的成长机会,每一天,我们都必须决定如何成长为领导人。 有多少人听说过本杰明·弗兰克林,本杰明·弗兰克林非常有智慧,他曾说过,今天的一个等于明天的两个,我现在正在成为未来的我,我现在正在成为未来的我,这句话说的没错,你和我都正在成为我们将要成为的那个人。 多少人听说过诗人间小说家奥斯卡·王尔德,王尔德带着极大的悔恨,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因为他没有抓住现在,珍惜今天。 在他去世之前,他写下这么一段话,这可能不是他所写过的,最为人所传颂的话语,但却是最有启发意义的。 他说,我忘了,我们在每个平凡日子所做的每个行为,都在塑造或摧毁我们的品格,我不再主宰自己,不再领航自己的灵魂,却浑然不知,我让享受掌控了我,终于落得糟糕的下场。 每一天,每个时刻,我们的品格都在形成中,它不是在被塑造中,就是在被摧毁中。 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,并为此承担责任,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全新视角和全新意义,展开了一段新的冒险。 当我们看到这一点,就明白我们跟前有两个可能性,一是为他做准备,一是花所有时间修补我们制造的烂摊子。 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,斯吉,你是想做准备还是做修补? 对于这个问题,我总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回答,因为我知道哪个回答更好,我情愿把时间投入到做准备上,也不愿意花时间在修补上。 当我花时间修补烂摊子,我就没有时间为我想要的生活做准备,没有个人成长计划,你就会被动的回应生活,而不是充满目的的去活出精彩生命。 你将被迫修补生活的烂摊子,你的生活将很不尽人意。 我不想去到如此境地,不想这个样子,除非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,时不时停住脚步,思考一下如何做好准备,否则以后就要花时间去修补烂摊子了。 到了这个岁数,我已经能够抵制诱惑,后退一步,去为事情做好准备,这样即使事情做错,事后要修补的话,情况也比以前好得多。 昨天谈到一个深坑,我知道这个深坑也曾经掉进深坑里,我一次又一次地掉进深坑里,好不容易爬出来,然后继续往前赶路,但一段很长时间,我都没有把深坑当回事。 在前进的图中,我看到一个路标说,前方五公里有深坑,然后又看到一块路标说,前方四公里有深坑,再往前看到前方三公里有深坑,前方两公里有深坑,前方一公里有深坑。 最后一个路标写着,你现在处在深坑的边缘,再走一步就是深坑。 我没有把这些路标当一回事,结果向前迈步,掉进深坑里。 后来,我学会辨别深坑的边缘,告诫自己不能掉进去,然后我掉头往回走,我花了很长时间,从离深坑五公里处,走到四公里处,三公里处,两公里处,一公里处。 现在,我必须原路返回,去修补之前造成的破坏,重新开始生命的征程。 我想,这总比掉进深坑,耗费时间,从坑里爬出来好。 我不断从错误中学习,我学会辨认一公里处的路标,就停下来,往回走。 后来,我学会辨认两公里处的路标,然后往回走,变成三公里处,四公里。 最后,在驶入错误的道路前,我能立刻辨认那块路标,然后立刻调整方向,做我应该做的事情,让我的生命变得充实精彩。 现在,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上,你是想投资时间做准备,还是浪费时间来修修补补? 让我强调两者的区别。 当我们做准备,我们就让自己关注今天,当我们修补,我们就让自己关注昨天。 如果我们总是活在关注昨天里,我们就无法活在今天,也无法迈向明天,因为我们活在昨天,去做一些对我们的未来毫无益处的事情。 当我们做准备,我们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。 我相信各位能看到,在一公里处及时刹车,远远好于驶进深坑里,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有效率。 更好的是,当我在离深坑两公里处看到那块路标,或者在离深坑四公里处看到路标,我就可以说,我不会再走上这条道路。 我曾经走过这条道路,我掉进深坑里,这一点也不好玩,我不会再走上这条道路了,这样的话,我的效率更高了。 如果你修修补补,你就浪费了大量时间,当你做准备做准备,你就更加自信。 当你修修补补,你就会把挫败感吹进你的生命里。 你想要自信,还是想要挫败感呢?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。 当我们做好准备,就不需要修修补补,当我们做好准备,我们就能省钱。 这对于你和我来说,肯定是好消息。 我对这句话很有感触,我不愿意把钱花在任何东西上。 我太太苏珊就很喜欢捡便宜货,我想肯定有人觉得,既然我们赚到钱了,就应该大把大把的花钱。 但我们并没有花很多钱买东西,我们把很多钱投资在别人的生命中。 不久前,我接到一个银行副总裁的电话,我们在那家银行存了不少钱。 我从未见过这个人,也没有必要认识这些人。 很多年前就很有必要,当时我需要向他们借钱。 我第一次申请银行贷款的时候,银行主管查了我的账户,说,对不起,罗斯先生,我们不能贷款给你。 我问,为什么? 他说,因为你的账上没有钱呢? 我说,我知道啊,所以我才向你们贷款啊。 他说,你没有资产作为担保,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。 我的贷款申请遭到了拒绝,而这一天,我的电话响了,是银行副总裁打来的电话。 他说,罗斯先生,我是某某银行的副总裁,我给你打电话,是想告诉你,你是我们银行的重要客户。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,如果你有什么需要,如果你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,我乐意为你效劳。 我说,非常感谢。 我没有叫他做任何事情。 过了一个星期,我又接到一个电话,他说,罗斯先生,我的名字是某某某,是某某银行的副总裁。 我说,我记得你。 他说,我给你打电话,是想告诉你,如果你有任何需要,我很乐意为你效劳。 我说,非常感谢。 又过了一个星期,他又给我打电话。 接下来两个星期,他没有给我打电话。 我想,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,或者说错了什么。 两个星期过后,他又给我打电话。 如果我们做准备,我们就能省钱。 如果我们事后修补,我们就会多花钱。 如果我们做准备,我们今天为明天而付出。 如果我们事后修补,我们今天只是弥补昨天的过失。 如果我们做准备,他就会创造成长。 如果我们事后修补,他就会阻碍我们的成长。 你们想做准备,还是事后修补呢? 我选择做准备。 现在,我们来谈一谈。 当我选择把我的时间投资在做准备上面,我需要考虑的个人成长的12个重要事实。 12个关于个人成长的重要事实。 我把所有这12点都念给大家听。 准备好了吗? 让我们开始吧。 我把这12点全部念完了。 有些人在想,我还没有抄下第一点呢,你能不能放慢速度再念一遍? 好的,我再念一遍吧。 第一点是态度。 今天的态度给我可能性。 我总是谈论态度。 态度非常重要,是做到任何事情的关键。 因此,我时时刻刻在态度上面下功夫。 我时时刻刻谈论态度。 我时时刻刻读关于态度的书。 也时时刻刻留意别人对于态度的看法。 态度对于我的生命是如此重要,如此基本,因为我知道它给我带来可能性。 因此,我选择每一天都表现出正确的态度。 我们为这次旅程预定了机票。 在启程前的一周,因为收不到我期待收到的信息,所以我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。 电话另一端的女孩说,我找不到你的预定记录。 我说,这肯定是出错了,我已经预定了机票。 她说,上面显示有人打电话给你确认航班联系不上你,所以你这次旅行的机票预定都被取消了。 我说,他们打哪个号码呢? 她说,我们打你的住宅电话。 我说,我在夏威夷不在家,我在夏威夷无法接听家里的电话。 她说,航空公司还打了另外一个号码。 那个女孩告诉了我那个号码。 我说,这是我太太的手机。 女孩说,他们打了。 我说,他们可能真的打了。 有时候手机很碍事,但是有时候却很有用。 我太太的手机上有最近电话的所有记录。 我查看了我太太手机上的最近通话记录。 我告诉那位客服小姐查不到航空公司打来的电话记录。 她说,你预定的机票确实已经取消了。 我说,那是肯定的。 然后,我笑了起来,跟她有说有笑的聊了大约三十分钟。 我称赞她,工作做得非常好。 我对她说,我有两个选择。 一是非常生气,冲着你大吼大叫。 第二,是完全相信你有能力替我解决这个问题。 她说,你说的没错,我会做到最好。 我说,你能做到的。 她也说,我能做到的。 最后,她做到了。 这个电话打了四十分钟,但是她做到了。 她申请到了上级主管的特别准许,重新帮我们预定了整个行程的机票。 一切在于态度。 我的态度比起其他任何的因素都更能影响结果。 态度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影响结果。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,态度都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大程度的决定你做事情的结果。 有了正确的态度,战斗还没有开始。 你就能赢得战斗。 我很喜欢圣经中约书亚和迦勒的故事。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。 他在圣经民述记中能够找到。 有人说,我没有听说过这本书,这没有关系。 你可以问问你的某个领导人,或者看看圣经民述记。 他们奉上帝之命前去窥探应许之地,看看那里的土地是否肥美。 我来自加州中部的一个山谷,整个山谷种满了葡萄,号称是世界葡萄甘芝香。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,看见很多很多的葡萄。 但是在我的家乡,我从未见过一串葡萄大的两根手指都拎不起来。 当约书亚和迦勒与其他探子来到迦南地,他们找到了一大串葡萄。 这一串葡萄如此巨大,需要两个成年人一起扛在肩膀上。 这真是一个肥美之地,但是其他十个探子说,他们不能占据这个地方,因为迦南地的居民都身形高大,而他们就像炸蒙一样。 约书亚说,他们能行的,一定能做到的。 有了正确的态度,战斗还没有开始,你就能赢得战斗。 后来,他把人们带领到这个应许之地。 我喜欢把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潜能看作是一块应许之地。 在我人生中,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触。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,我们不能完全发挥潜能,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客观限制。 但我更接受的一个看法是,有了正确的态度,战斗还没有开始,你就能赢得战斗。 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态度。 我对别人的态度,决定他们对我的态度。 我的态度,而不是我的成就,会给我带来幸福感。 我的态度,无论好或者坏,都可以感染他人。 我们越早做出决定,树立良好的态度。 态度对我们生活的负荷影响力就越大,而我们的领导力也会被人们记住。 态度是一个决定。 态度与我们的外界境遇无关。 态度是一个决定。 我们在一天之内,要不止一次地对我们的态度做决定。 对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,我们都可以选择。 我有一个良好的态度,还是一个糟糕的态度。 态度是一个决定。 这里有一个自我评估的问题。 你最难保持积极态度的事情是什么? 你可以采取哪一个步骤来改善你的态度。 关于管理好自己,创造个人成长的12个重要决定。 现在我要讲第二个。 在过去两天里,我相信所有台上的嘉宾都讲过这个话题,那就是优先事项。 今天的优先事项给我专注,专注。 在小时后,我会一手拿着一个放大镜,一手捏着一片树叶,会一张小纸片,对着阳光照了一整天都没有点燃。 后来,我把纸片放在放大镜的下面,把放大镜的焦点对准纸片。 当我调好焦点,将阳光聚集在纸片上,不出30秒,纸片就一下子燃烧起来。 优先事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爆发性能量。 你的优先事项是什么? 如果有人问你,你生命中的三大优先事项是什么? 你能不能毫不犹豫地说出来? 你能不能脱口说出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? 如果你问我,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是什么? 我可以一下子说出七个,我的整个生命都建立在这七个优先事项的基础上。 无论什么时候,当我做出决定,我需要在生命中专注,我需要作为一个领导人而获得个人成长,我的决定都必须首先通过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这个过滤系统。 如果无法通过第一优先这层滤网,它就哪里都去不了。 其余六个优先事项都不重要,所有决定都必须通过第一层滤网,否则就不会做出。 如果你问我,我生命中的优先事项是什么? 我不会告诉你,这不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。 我来到这里并不是想告诉大家,你们的优先事项应该是什么。 我来到这里,而是想问问各位,让各位思考一下,你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? 或者这样吧,我还是告诉你我的第一优先事项吧。 我今天早上在礼拜的时候已经讲过了,我的第一优先是和上帝的关系。 如果我要做的事情,无法通过这层滤网,它就哪里都去不了,根本无关紧要。 这样我就免去做很多决定的麻烦,也节省了很多时间,让我可以专注于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上。 任何事情,只要过不了第一层滤网,就不需要通过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层滤网。 我的优先事务给我带来专注。 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,但是我们无法管理时间。 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研讨会的宣传广告,宣称可以教我们如何管理时间。 即使我们无法管理时间,我们只能管理机会。 时间向前推移,不给我们留任何情面。 我每天有24个小时,任何人的时间都是每天24小时。 除非我旅行,有时候我一天有27个小时。 然而,回去的时候,我一天就只有20或21个小时了。 我一天有24个小时,我无法管理时间,它的流逝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。 无论我有什么感觉,时间总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。 我可以管理,我希望管理的是机会。 我们无法改变时间,我们只能改变我们的优先事项。 优先事项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 你的时间,我的,都是无价的。 有一个智者说过,时间比金钱更宝贵。 你总是可以赚更多的钱,但是你不能得到更多的时间。 伟大的哲学家拉尔夫·爱莫生说过,好好看管你的闲暇时间吧。 他们如同未经雕琢的钻石。 扔掉他们的话,你就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价值。 细心雕琢的话,时间将成为你最闪亮的宝石。 你排在前三位的优先事项是什么?你知道吗?你能不能坚持他们呢? 第三点,健康。 每天都要理解和遵从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今天的健康给我力量,长久的领导人知道,他们的身体是载体,帮助他们完成使命。 那些无视健康,糟蹋身体的人是无法完成他们的使命的。 正确饮食与适当的运动能够提供能量,让我们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好好生活。 我的身体健康,为此我非常非常的感恩,我在保持健康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 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,我一直都在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。 我一直很注重身体健康,以后还会一直这样做下去。 我很感恩,因为健康确实给我带来了力量。 第四点,是家庭。 今天的家庭给我安定。 我每天都和家人沟通,关爱家人。 在外面的世界里,很多人为发展生意,追求事业成功而牺牲了家庭。 如果我们不带领好我们的家庭,我们怎么可能带领其他人呢? 约翰·麦克斯威尔说过这样一句话, 成功就是,和我最亲近的人,最爱我,最尊重我。 家庭就像花园那样,它需要我们经常栽培,浇水。 当苏珊和我开始经营A圈夏令营的时候,我们还没有小孩。 后来我的女儿和儿子出生以后,我们继续经营农场,举办夏令营。 整个夏天一共举办五期,每期持续两个星期的夏令营。 整个夏天都和别人的孩子在一起。 有一天,我在讲一堂类似这个话题的课程,我谈到要陪伴家人。 我对自己说,斯吉,你要停一停了,你把整个夏天都投入在和别人的孩子共度上面。 当然,你的两个孩子也住在农场,整天和你在一起,你也带了这么多的青少年孩子来照顾你的两个孩子,逗他们开心。 他们也很喜欢这些活动,但是你把所有时间都投资在别人孩子的生命里,并没有特别抽出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。 接下来的那个夏天,我们做出改变,取消了一期夏令营,抽出两个星期时间,租了一辆房车,开始去到全国各地旅行。 多年以来都是如此,这就是家庭,家庭。 作为领导人,我们必须把家庭放到每天日程表的首位,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确实要灵活一些,当苏珊的爸爸妈妈建立纽崔来生意的时候,每年都有一场全国年会,每年的全国年会总会碰上苏珊姐姐的生日,因此他们总是要做出决定,是庆祝苏珊姐姐的生日,还是去参加全国年会。 他们的决定总是提前或推后庆祝生日,全家人都没有意见。 所以有时候,如果全家人都提前知道,如果全家人都理解,没有意见的话,不妨灵活安排。 家庭是非常重要的。 第五点,思维。 今天的思维给我优势,每天练习,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。 有人说过,成功人士和非成功人士的唯一差别在于,他们如何思考。 你是否每天都有时间,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坐下来,安静的思考。 有人说,80%的人都以为他们在思考,我不想成为他们的一员。 第六点,承诺。 今天的承诺给我坚韧,要每天做出和保持正确的承诺。 为什么承诺如此重要? 承诺如此重要,因为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。 绝大多数改变都和决定密切相关。 承诺帮助我们克服生命中的许多难题。 著名企业顾问和畅销书作家肯布兰加说,当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,你只会在方便的时候去做。 当你对某件事情做出承诺,你不会接受任何借口,只接受结果。 第七点,财务。 每天正确的赚取和管理金钱。 今天的财务给我选择,关于财务有三个事实。 第一个事实是,金钱不能让你快乐。 这和传统观念刚好相反。 传统观念认为,如果我有更多的钱,我就会更快乐。 事实上,金钱并不能使你快乐。 第二个事实是,债务使你不快乐。 第三个简单事实是,拥有财务收益给你更多的选择。 金钱不能使你更快乐。 但是,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,你就会更不快乐。 但是,如果你有足够的钱,你就有选择。 你的选择包括积极地影响他人的生命,鼓励他们,帮助他们,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,让这个世界更值得我们珍惜。 第八点,是信仰。 每一天都要更坚定自己的信念,并践行信念。 今天的信念给我平和。 有人说,当你对未来没有信念,你的现在就没有动力。 这是我时刻放在眼前的座右鸣。 当我们对未来没有信念,我们现在就没有动力。 我们需要好好地度过我们的生命。 伟大的牧师和作家杨斐利说过,信念是提前相信一些事后才能领悟的事情。 我们要活在信念中。 第九点,人际关系。 每天主动和人们建立稳定的关系,并投资其中。 因为今天的人际关系给我满足感。 当你享受与人相处,你就会更享受生命。 如果人们享受与你相处,你就会在生命中走得更远。 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成败都可以追溯到人际关系。 第十点,慷慨。 每天计划慷慨地给予他人,并树立榜样。 今天的慷慨给我意义,给予让你向外关注,给予给他人增加价值,给予同时帮助了给予者。 世界上最伟大的智者应该是一个叫做所罗门的人。 他这样说,有失散的却更增添。 有练习过度的反智穷乏,好施舍的必得风欲,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 帮助他人的人会得到帮助,这是对于生命多么深刻的理解啊。 他与你和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,所以尽情享受生命吧,因为我们只活一次。 第十一点,价值观。 每天拥抱并实践正确的价值观,因为今天的价值观给我方向。 在每年的A圈下令营里,我都会问孩子们,在你的生命中,哪一个价值观是你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也不愿放弃的? 他们常常问我,斯吉,你是什么意思?价值观是什么? 我说,我不会替你们定义你们的价值观。 我只是问你们问题,告诉我哪一个价值观值得你为之付出生命也不愿放弃的? 或者说,如果人们把你的这样东西拿走,那你宁愿不活的,这样东西是什么呢? 很多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 我叫他们用画面来告诉我答案。 孩子们很难用文字来回答这个问题,但是他们可以用画面来表达。 这是大脑情感另一边的功能,而不是逻辑那边。 对于这个问题,我不想要逻辑的回答,我想要一个情感的回答。 有人画了一只猫,我也喜欢猫,我觉得它们很好玩,很可爱。 我知道在座的动物爱好者也许难以接受我接下来要说的话,那就是猫咪不是我生命价值观的组成部分。 我们有一只小狗叫做杰克在A圈农场,举办夏令营的时候,那里有一只小箱子,他知道这是他睡觉的地方。 当孩子们用餐时,我对他说,杰克到箱子那里去,我们就把杰克安顿在箱子里。 他经过良好训练,非常聪明,是一只很好的宠物。 虽然我们真心喜欢杰克,但是杰克不是我生命价值观的组成部分。 我爱护他,如果他出了什么事,我会感觉到失去什么事的。 我们的另一只狗金吉去世的时候,我们一家人都感觉痛心。 金吉是一只金毛牧羊犬,他的前任主人找到我们说,我们要搬家,不能带上他,让我们照感他一个晚上。 他们会另找主人,我答应了,他们就让我认识了金吉。 我接过金吉,那天晚上,金吉吃了晚饭之后,钻进窝里,我跟他聊了一会儿,金吉的主人没有回来,他再也没有离开过。 我在地里割草的时候,金吉会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跟在我的身后,几年以后,他慢慢变老,很难再到处跑动。 于是,我在拖拉机的后面给他做了一个窝,我一招呼他,他就跳上拖拉机,我开车,他就在后面做伴。 第二,我很喜爱我的宠物,但是,他们不是我生命价值观的一部分。 第十二点,成长,每天寻求和精力成长,今天的成长给我潜力。 普利特奖得主杰安·美诺特说过,当上帝向我们揭示,我们可以取得很多成就,做很多事情,我们没有完成浪费了才能,这就是地狱开始的时刻。 十九世纪苏格兰诗人和作家罗伯特·刘易斯·史蒂芬森说,生命的唯一目标,就是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个人。 对于个人成长,存在着一些误解,有些人认为个人成长是自然发生的事情,不是的。 有些人认为有了经验就会有成长,不是的。 有些人说,成长来自信息,但知识不能保证成长,生命中最大的差距,就是知道和做之间的差距。 在内心深处,我们的问题不是缺乏信息,我们的问题是不去运用我们已经知道的。 很多年前,我就听到一句话,不知道是谁说的,但我记了下来,知道,但不去做,等于不知道。 如果你只是说,我知道的,我知道的,却什么也不做,这样等于不知道。 在结束之前,我再分享一个想法,这个周末,我们来到这里,沉浸在感恩之中,很多人都说,我说的话,改变了他们的生命,这确实是我的目标,我的目标是,创造一个氛围,让你们可以改变生命。 对于这一点,我们没有一丝困惑,我们毫不怀疑,我们会成为改变你们生命的人,我们承诺致力于营造一个生命可以被改变的氛围。 我希望大家明白,因为你们在整个周末聚会中营造的氛围,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而改变,因为有了你们,比起刚来到这里的时候,我们成为了更好的人。 我们的目标是提升你们,鼓励你们。 我们想告诉各位,你们也提升了我们,鼓励了我们。 谢谢各位。